各位大聲音教室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聲音師凱豪 現在也知道的聲音是相機內鍵的麥克風 或者是手機內鍵的麥克風錄出來的聲音 是不是非常地糟糕 老師非常不能用呢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各式麥克風 讓你改善收音品質 在選擇麥克風的時候 首先要確定你使用的需求是什麼 以下這幾種情形 比如說你要錄自己歌唱的聲音 你就可以用手拿式的麥克風 或者是你想要當遊戲實況主 是不是要準備一個耳機麥克風 如果你想當YouTuber 那你該選擇什麼樣的麥克風 架在相機上面呢 在拍攝現場 會看到蹦掌拿的指向心麥克風在收音 那這些場合到底該選擇哪一些麥克風 首先要先跟大家介紹麥克風的種類有哪些 依據構造分類 可以分成常見的動圈式跟電容式 動圈式麥克風是由正模連上線圈 當震動的時候線圈會產生電流 相機把電流記錄起來 常見的麥克風是SM58 它是很經典的動圈式麥克風 動圈式麥克風它的優點是比較耐用 而且比較耐摔 但是它的缺點呢 就是它的靈敏度比較低 當你在環境比較吵雜的時候 可以選擇這樣的麥克風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收到周圍的雜音 電容式麥克風 它是由兩片震動板 來改變之間的距離產生電壓 像是裝在相機上面的麥克風 通常就是電容麥克風的形式 電容式麥克風的靈敏度比較高 當你裝在相機上的時候 這樣的距離也還是可以收到 清楚的聲音 接下來介紹麥克風的指向性 指向性是指麥克風收到聲音的範圍 以及方向 指向性麥克風就是收音的時候 沒有特定的方向 周圍的聲音都會被收錄進來 像是剛剛在一開始的片頭 我在講話的時候 周圍的車身都會一起被收進來 除非像我身上的麥克風一樣 要貼近我自己的音源 非常靠近 才不會收到周圍的聲音 全指向性靠近音源的測試 現在是正面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側面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底部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後面收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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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形是單一指向性的 它只可以接收到來自正面的聲音 它可以阻絕環繞的聲音 或者是反射的聲音 通常是手持式麥克風會是這樣的設計 那出現的場合會在KTV包廂教室上課的 或者是舞台上表演的 都是這種類型 星星指向性麥克風的測試 現在是靠近音源正面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側面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底部收到的聲音 超星星也是單一指向性 它的指向性比星星的還要再更強 也就是說它正面的聲音是收得最清楚的 那它側面會阻隔大部分的聲音 那它的適用範圍它會在人聲收音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但是在背面的收音靈敏度也是蠻好的 所以要注意使用的範圍 才會避免背面收到的聲音跟正面的聲音混雜在一起 現在是超星星指向 收音的測試 現在是正面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側面收到的聲音 現在是後面收到的聲音 超星星指向性麥克風的測試 現在是正面說話的聲音 現在是側面說話的聲音 現在是底部說話的聲音 在收音的時候我們要注意收進去的聲音 不要太大聲或太小聲 相機上面有一個量表 就是它會有一個長條圖 當聲音在黃色的區域的時候它會是正常的聲音 所以說我們在調整 接收器的大小聲的時候 就要注意錄到相機裡面的聲音 是不要太大或太小的 像這個接收器它可以調整 輸入相機的音量 首先我們先找到 Value 的音量 這邊有0到30可以選擇 譬如說我這邊轉到20 好 調整完之後 再到相機上面調整音量 讓它在黃色的區域就可以了 那麥克風到底要怎麼選擇呢 那就要看你的使用場合而定囉 像這個就是適合 單人單機使用的時候用的 那這個是屬於在劇組 多人合作的劇組可以使用 再來這個是在演講的時候使用 那如果在訪問的時候 讓房者身上別無線麥克風 這樣的收音是最好的 上面是我們的聯絡方式 有任何課程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下面的留言區 對於影片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喔 我是攝影師凱毛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